新型冠状病毒,最新动态更新 海外疫情动态 截至美国时间2月17日 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美国籍患者58人 美国本土7个州,一共确诊15例患者 其中3人已治愈 467名疑似患者中392人检测呈阴性 60人仍在等待结果 CDC数据显示 全球范围内共26个国家有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其中确诊案例共计超过7万例 美国、菲律宾、法国各有一例死亡病例 据CAN报道 钻石公主号美国撤侨飞机上 目前有14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同时另有44名确诊美国公民 在日本接受隔离治疗 目前钻石公主号的累计病例已经高达454例 威斯特丹号邮轮出现首例确诊病例 上千名初检阴性乘客已前往世界各地 承运方表示会持续跟进乘客及船员的检测结果 世卫组织执行主任表示 目前尚不能称新型冠状病毒为大流行 经塞维仪卫生部门官员证实 一对60岁日本夫妻 结束塞维仪旅行返回日本后不久 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呈阳性反应 目前塞维仪卫生局官员正在确认他们的行踪 和有过接触的人 一经发现将按照要求隔离14天 中国疫情动态 疫情好消息 湖北首帝清零确诊病例 湖北神农驾临区确诊病例全部治愈 疫情进展防治类 武汉病毒研究所连发声明 2月16日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布声明表示 近期网络流传其毕业生黄雁玲 是所谓最早感染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 为不实信息 民生类 抗击疫情 理发成了医务人员的刚需 出行类 达美航空 正联系乘坐夏威夷 至日本名古屋航班的乘客 为控制疫情 中国禁办人口处于被限制出行状态 以上是今天的疫情重点新闻 请关注我们的持续更新 tadi我们是怎么办の内容 你可以否练吗 学习 我们 我们在哪里 对 我们